12月24号下午3点到5点 杰城欢迎您来观赏圣诞剧《他的后半生》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精打细算 生意有成的商人 钱是他最大的追求目标 以至于他不但被钱捆绑 而变得吝啬贪婪 错失了人生中最宝贵的爱与关系 还赔上了健康犯了法 在这个社会中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人 这种人会转变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行老板他的故事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在12月24号下午3点到5点钟 来到One Thing基督教会 一起来观赏这一部圣诞剧 在会后还有聚餐哦 各位观众 一定要去看这个东西 Falicia会亲自的演出 想要看Falicia出球吗 所以千万一定要 这个星期间去那边看哦 One Thing Christian Church 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共同价值观的人 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News的人 也就是说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樊帝刚天主教的教宗宣布他支持同婚啦 这是几乎所有左派跟右派的媒体都在说的事情 那事实是这个样子吗 其实并不是 但是我可以了解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认为 罗马的教廷教育办公室18号的时候发出文件 内容是教宗方济各签署了发表声明 非正常的伴侣以及同性伴侣可以接受祝福的可能 但是在文件里面也说教廷仍然是重申 教廷是唯一一男一女的终身庄严的誓言 所以强调这些祝福并不适用于婚礼以及民事结合的仪式 因为祝福不会使异常情况变合法 也不能成为常规仪式或礼仪的一部分 那刚刚那一段是什么意思呢? 天主教的主教还有神父可以对这些同性伴侣 或者是非正常状况的伴侣祝福 但是这不表示他们可以结婚了 同时在祝福的时候也要避免在婚礼上面的文字跟言论 为的是要来避免社会大众的困惑 以及避免没有必要的丑闻 这样的祝福不但不可以跟一男一女的婚姻关联 也不可以跟民事结合有关联 而且同时也不能提到人权 也不能有祷告来避免跟婚姻有关系的这些困惑 教宗也发布声明说 婚姻是男人跟女人之间无法抹去的合一 是自然展开下一代以及孩子的模式 所以没有 天主教并没有说同性恋可以结婚 也不是说同性恋的婚姻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 很多自由派的牧师神父 那种真的性变态的神职人员会说 这个教宗实在是太棒了 天主教太棒了 这是宗教走向自由的一大进步 嘲讽保守派基督徒说 我们什么都改变不了 我们面对世界的趋势将会无能为力 连教宗都这个样子了 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份天主教的文件到底代表了什么呢 你想要它代表什么 它就可以代表什么 这个是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一个文宣 你认为说这在支持同婚的话 那就是在支持同婚 你认为这是在反对同婚 然后建立天主教对于婚姻的中心思想吗 那这就是在建立天主教对于同婚的立场 这个文件非常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 就是教廷并没有允许或是祝福同婚 或者是民事结合 那意思就是那什么民法婚姻那些东西的 但是同时也代表了一件事情 这个影响到的不只是天主教 不只是基督徒 而是会影响到所有的人 这类的新闻我基本上是很不愿意讨论的 但是我一定要讨论 武器化模拟两可含糊不清 会促成各式各样的猜测还有欺骗 天主教的教宗没有说他支持同婚 反而说教会的立场是很坚定的 说婚姻是一男一女的 但是又允许给予祝福 但是又不是婚姻的祝福 也不是民事结合的祝福 说出来就是神父是可以祝福他们的 但是不能用神的话 或者是用教会的角度来去看这些伴侣 可以用个人名义去祝福 例如像说恭喜恭喜 那这个样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没有人知道 因为清楚明了的东西就是简单易懂 模拟两可就表示会有更多的困惑 绝大多数的人不太在乎天主教跟教宗在干嘛 例如像我就觉得说 现在的教宗是个大左派 DK认为说天主教教庭 是大淫妇神秘组织的一部分 所以绝大多数的人不太在乎 他们是怎么样看待婚姻的 有些我们的观众并不是基督徒 甚至没有信仰的 有些认为说同婚不好 但是跟宗教信仰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他们支持保守派 那我们为什么要在乎天主教 对于婚姻的看法 但是我在这边必须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在乎天主教 到底在干嘛 不管你喜不喜欢 你承不承认你 你是不是个天主教徒 或者是你是属于哪个教派的 天主教就是整个西方文化当中 最古老延续最持久 影响力最强的一个组织 我知道很多的人不喜欢天主教 但是整个西方社会的建立 跟天主教是息息相关的 天主教可以说是建立整个西方文化最主要的推手 至少在美国出现之前都是这个样子 没有天主教就没有西方文明的产生 所以天主教的影响是非常深的 是非常广的 而婚姻是人类历史上一直以来就有的制度 是人跟人之间最亲密的一个结合 同时也是社会最基础的基石 天主教跟婚姻这两个元素的互动 会影响全世界的运作跟价值观 所以我们的确是要关心这样的事情的 因为现在天主教的教廷的回应促成的困惑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政治场面 例如说近代史的话 就是Bill Clinton的政策 或者是欧巴马在第一任期的政策 我还在这边没有在批评天主教 或是任何教会 但是这个就是目前世界运作的方式 一切的运作都是在一个灰色地带当中 什么意思 就是Bill Clinton可以走进一个房间里面 那个房间里面有一百个人 所有人的想法都不同 所有的人都反对其他人的想法 所有的人都不同意另外99个人的思想 但是Bill Clinton上去演讲完了之后 走出来了之后 有的人都会认为说Bill Clinton是跟他站在一起的 欧巴马第一任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运作的 梵蒂刚发出来对于婚姻的定义 还有对于同性伴侣的祝福声明 每个人看完这样的声明 都会认同这个样子的声明 不管他们对于婚姻的价值的观点有多么不同 每一个人看来都会认为说 这个教会是认同我的观点的 这样的行为好像是某层面促成合一 但是其实非常非常危险的 教会如果去做就是模拟两可 或是两边都想讨好 这样子其实是很多教会的策略 不只是天主教的教廷 是在现在很多教会爱搞的东西 就是滥用爱之后又加一句圣经的真理 那也是为什么很多的人会觉得教会很软弱 还有现在左派的教会会在这个世界上 这么的盛行这么的猖狂 因为他们提倡的东西就是 我们要接受所有的人 但是反对同婚的立场不变 这句话对于信仰 其实一点帮助都没有 不建造人也没有荣耀神 是一段一句没有任何意义的一段话 然后如果用这样子模拟两可的方式 来促成教会达到合一的话 得到的就是老底家 不冷不热 没有方向跟世界妥协 我说真的 这种这个教派之间的斗争 我个人是认为是非常愚蠢的 甚至基督徒之间彼此攻击 而不是彼此建造 都动不动就咬着那个人说什么 谁谁谁是义端 谁谁谁是大淫妇 谁谁谁不属神 为了什么方言 灵恩 律法 节旗 安息日 在哪一天吵来吵去的 我们想要建立社群 我们这个频道存在的目的 不是为了任何一个宗派 而是希望各位弟兄姐妹 看完了之后 可以回去自己的教会 自己的生活圈 自己的人生当中 作炎作光 大淫妇就是一个什么都接受 没有任何底线的一个东西 所以不只是天主教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想 我们的底线到底是不是圣经 到底是不是神 而且看到彼此跌倒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帮助彼此 彼此帮忙 彼此扶持 绝对不是应该要用教派的缘故 来贬低彼此 来让自己感觉很崇高 当我们看到教会软弱的时候 我们要帮助他们变得刚强 当我们看到牧师软弱的时候 我们要告诉他们说 他做错的事情 兄弟之间要是铁模铁模出刃来 而不是没有底线 没有任何意义的合一 这个是我们都要学习的 而且不断认罪悔改的 我们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 而不是教派之间 抗羊 炒得乌烟瘴气的 我们的敌人其实非常的明显 他们在我们的学校里的 性教育我们的小孩 变性我们的小孩 在我们的州政府里立了一个 撒旦的雕像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洗刷色情 还有没有道德的文化 我们需要做的 绝对不是像这一次 教宗跟教廷发出来的内容一样 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一篇 自我感觉良好的文章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o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